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看到我在各个渠道都在找你吗? 有,因为之前防疫比较忙一些,所以访问的事情就可能要往后延 那我们现在台湾大概6月7号就要比较多的松绑了,所以现在比较有空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你在忙的是? 我现在已经在忙挣新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现在刷3000块,接下来7月15号开始 刷3000块新台币政府就给你2000块现金的这个方案 你的秘书跟你说我想看一下,就是香港的读者也想看一下你的工作环境 对啊 好,来啊,来啊,来啊 很大的公园,任何人都可以从街上走进来,而且可以打篮球 这边是一些书法 你写的吗?不是你写的吧? 不是,是来这边的很多,可能有些80几岁,90岁的长辈写的 他们用这个场地做他们的,就是书画啊,装表啊,等等的这些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方块,上面是联合共有序发展目标 那外头是一个中庭,那场上有很多朋友在这边办活动 那我们如果再把视野再往外一些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有个红色的建筑物 那以及旁边这个,我们这个,当代文化实验场出去的这个巷子 那现在,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有人在打篮球,但很多人在打篮球 有一个很高的人,我看到 ok,好 所以你是在一楼耶? 我这边是完全透明的,就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工作 所以是特地要选择这个方法的吗?就是透明 对,是的,就是任何人只要想到任何事情 就可以了 就是今天是礼拜三嘛,所以从早上十点开始 就我们这个访问过后,任何人想到任何事就可以走进来跟我聊天 真的,所以我上次来台湾也是可以这样子吗? 当然是可以啊 好,那我可以就开始发问了吗?就是 就是那个IT防疫的方面的话 如果说,你会觉得一开始是什么时候 可以觉得IT跟防疫构在一起的吗? 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在入境就是做可能发烧与否的检查的时候嘛 那那个其实也是一种IT技术嘛 那又或者是说在稍后,因为我刚刚讲是医院嘛 在二月的时候就是透过健保卡去药局去购买口罩 那这个也是用到我们健保卡后面的,因为它是一张IC卡 后面也是有资讯技术 那当然后来超商24小时 或者是再后来 大家都透过线上的各种方式 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知道防疫资讯 广义的来讲,这也是一种数位技术 就怎么样把正确的科学资讯快速的传播出去 防疫的资讯也是一个就是digit吗?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很少人有那个时间去读 像我们之前陈建仁副总统写的那一本就是传染病学的教科书 而且那个比较专业 所以他也用数位的方法录了一个我们MOOC 就是线上的这个教大家防疫的通试课 那在线上的这个学校一个叫好好上线 那一上线就有好像2万个学生去研读这样子一个 因为他做的非常的就是很容易懂 那我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大家都变成类似像流行病学的学生一样 那这个数位学习当然也是一个数位技术 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口罩询名字的那个还有口罩地图 那个就是很被人赞赏吧 那个难度会在哪里? 那个难度其实是在说服我们所有的药局药师朋友 还有我们健保署每30秒钟就公开一次他们的库存资讯 因为一般来讲政府资讯公开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一次都是很常见的 总之是要有承办的人看过可能盖个章才能够公开这些数据 但是如果你每30秒公开一次的话 其实没有人看过的 它是整个系统对系统的公开 那这个在公务体系来讲是要捏一把冷汗 那但是台湾因为已经有很优秀的开放政府资料的一个传统 所以我们不太需要说服健保署就同意去跟钥匙们协商每30秒钟公开 这几乎就像是一个分散式的账本 Blockchain那样子了 因为现在台湾早一阵子不是说台湾可以帮助吗 我们现在说台湾是帮助 现在也在帮忙嘛 前几天好像有看到说这个路是铺了很久 对啊 我们从大概三年前就已经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个hashtag 那我们也把它中文把它翻成台湾的暖实力啊温暖的实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像我去年的名片上面就有写 UN Global Goals 台湾Can't Help 那有看得到吗 那我前年的名片也是 UN Global Goals 台湾Can't Help 所以我们这个已经很多年的历史 那只是这一次大家才发现说 哦原来不只是在医疗方面Can't Help 台湾在IT的方面在数位智力的方面 在怎么处理假讯息危害的方面都Can't Help 所以要改嘛要改那个Taiwan Is Helping 还是Taiwan Can't Help 我们我们对于还没有建立这个双方互助的这些朋友们都说Taiwan Can't Help 那如果你一旦愿意说跟台湾开始互助了就变Taiwan Is Helping 两个是并用的 那如果说就是这次可能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展现那个暖实力嘛就是这个疫情 如果说下一次的赛波会不会可以再有更多的那个机会不是经常都会来啊 赛波的机会在哪里啊 哎其实像我们之前呃口罩地图这个技术好比像说韩国也在使用嘛 我昨天才跟他们开了一场会 那又或者说我们捐捐献给这个所有医护人员全世界的医护人员的口罩啊 那接下来呢哎马上就变成是我们是整场输出就是你只要愿意给我们一个地方一些水电啊一些必要的这个消防设施等等 那我们的同样的制造口罩的厂商就帮你们呃设立一个在地的工厂24小时运转的话一天大概200万片的口罩N95 295也都可以的还可以多一些呃做防护衣的原料 那像这样子的整场输出又是在进一步的说好像之前我们呃捐赠的这个像试吃包嘛你就知道是我们品质很好 那接下来你如果愿意自己建立自己的供应产业链的话那我们也非常愿意的去提供那当然口罩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包含呃快速的测试啊药物啊呃或者未来的疫苗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合作的项目 嗯可是这个还是医疗方面还是这波的疫情的那方面啊 你说别的呀呃呃如果我们呃如果你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话我们在疫情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去成功的让假讯息让谣言不会传播那这个技术我们所谓的humor versus rumor 这个也是我们很愿意建立的那这个绝对疫情之后还会用的到 嗯就是台湾可以就是让世界看见台湾嘛就不止这个疫情所以就是更多方面可以让世界看见台湾 嗯是这样子嗯那刚才说那个口罩实名的难度在于就是说服吗呃呃那不是难的是那个文化啊就是每30秒钟公开一次的文化即时公开的文化 嗯以前大家都是觉得定案之后才公开嘛现在等于过程中都自动公开这个是最困难的但是像呃呃韩国的呃呃网友呃看到了台湾这样做他们也去要求他们的政府最后也成功了所以有一个案例是很重要的嗯所以这个台湾是目前就第一个案例可以就有那个文化 口罩地图跟这种即时公开来讲是这样没有错嗯那明就真的是民间跟政府的合作吗呃主要是民间的主意呃呃我们在台湾呃呃就是嗯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公共工程的采购采购方叫甲方嘛然后去把它完成的叫乙方嘛就是所谓的厂商 那在这次口罩地图的案例里面因为是一个社会创新是台南一位叫吴展伟的工程师跟之后有一位叫江明宗还有一个HTC的一个团队啊他们三个是最先做出在当天呃应用的呃所以反而他们是甲方是他们来要求健保署提供如何如何的资料我们变成乙方所以这不是一个采购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上面发生一个新的主意我们去全力支持而且没有办法主导这样子的关系 诶所以这样说那个政府不就那个主导权比较弱了吗那当然了呃我是那个conservative anarchist政府的主导权越弱我越开心了真的啊为什么说这个因为我觉得社会部门以前常常觉得很多事情要等政府决定他们才能做但是如果社会部门自己找出一些好的做法啊彼此支援呢等等的话其实政府也少啊做很多事情而且这个的效益也会变高因为社会部门才知道当下真正的 需要是什么好比像说我也看到很多呃呃香港的朋友因为我有在看呃连登啦那就是自己也会去做一些组织派发口罩啊等等这些活动也没有特别在等政府帮忙嘛我想这个文化是一样的 诶可是如果你说就是你说到连登就是香港的民间的话嗯我们可能出去派口罩还会被那个被捕啊就跟台湾是不是有点不同 诶当然我觉得说呃政府应该是要尽可能的去相信人民了 诶嗯如果说呃这个是不是先天有点限制如果说你你你的那个做法的话 诶怎么说呢请说就是先天的话要那个政府跟人民之间很很就是很配合啊 对我觉得他有一个先天的限制就是说如果政府觉得自己什么都懂那听不下人民的话那就没办法但是像我们的指挥官呃陈时中呃每一次有人有一个新的主意跟他讲不管是不是好主意 他都会说啊你早教教我嘛啊这个我们一起来想呃呃呃呃呃这个你早说嘛等等就是他让任何人都觉得你打电 电话给1922跟他讲一个乍天之下很奇怪的主意好比像说呃这个要带粉红色的口罩 因为有一个小男生因为他只有粉红色口罩不敢上学怕被大家笑他那所以呢隔天这个记者会上所有人包含我们指挥官都带粉红色的口罩那所以就让大家知道说哎不分颜色保护你的就是好的口罩那像这样子的想法你只要打1922明天说不定直接在记者会上就被采用是必须有这种虚怀弱骨的这种感觉才能够让民间的信息 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哎我记得那时候那个粉红色口罩一出的时候就是啊啊啊成熙中他们戴了然后好像每个就是在啊啊那个Facebook啊Instagram啊对很多的那个头像都直接漂漂粉红对啊大家都说想要戴这个是不是就是可以你说迷因工程吗 对啊就是你忍不住想分享的东西吗嗯这个可以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如果你在个行政架构里面嗯 你说您工程的话那共用是什么吗还是你的想法是怎样共用很简单啊嗯就是说如果现在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家知道好比像说大家抢购卫生纸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虽然我们口罩从一天200万变2000万片但是口罩的原料不知不其实跟卫生纸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们怎么样增产口罩 卫生纸的供购卫生纸不会受影响它原料是南美来的可是当时大家不一定听我们说大家就觉得要增产口罩就会换卫生纸所以大家就跑去抢购那我们的挑战就是怎么在一天之内让所有人知道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只是写个新闻稿啊放个表格啊怎么样它的传播力很低嘛你就算看懂了你也不会分享出去啊你如果不分享出去这个儿子就小于一啊儿子小于一整个社会就没有办法被传染到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利用这个基本传播力就是公共卫生那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外包装讯息的外包装变成是一个让大家忍不住想要分享的东西那他的儿子就大于一了儿子大于一的话我们不用特别做什么事情整个社会都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的苏贞昌院长啊就自己啊在自己脸书上面啊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面贴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我先给他看给大家看他的正面啊这个这是我们苏贞昌院长啊 苏贞昌院长然后呢他分享的呢是他的背面就是他正在摇打他的屁股然后呢上面说啊我们只有一粒卡层就是说每个人都只有一粒屁股那所以呢这个不管再怎么会臀呢啊臀部的臀啊这个啊是是没有用的然后最后才是我刚刚讲的这张表格那因为这整个很好笑而且他这张图就是卫生纸的外包装那所以呢大家都觉得非常有意思就主动的分享出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民营工程啊 也是要一个就是亲民的政府吧也是要一个敢开自己玩笑的一个政府对那我我记得你也说过社会创新众人知识对众人知识众人住址就大家一起来帮助嗯就社会可以怎么说这个就众人知识就好比像说怎么样要让大家买口罩的时候可以不用去猜附近哪一个药局有货没货这个是众人知识嘛有公共利益的众人住址呢 就是会写地图的写地图会写LINE上面的呃对话机器人去写对话机器人会写Voice Assistant像SiriGoogle Now的去写Voice Assistant呃会写各种各样的应用的朋友们去写趋势分析的去写趋势分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用问过谁他就可以来帮忙这个就叫社会创新那就要也是一个就是人其实你是挺相信人民的吧那当然了绝对相信人民因为因为你是 黑客出身吗我是公民黑客呀公民黑客的意思就是说呃我们相信说任何现有的系统呃只有感受到那个系统的人就是一般的公民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更好的系统嗯我就是欢平是人权我记得我我就很很感兴趣我记得这个我我跟你讲过就是在那个那个邀请那边我可以这样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吗因为我的欢平很难用啊在香港是这样呃我觉得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服务包含呃医疗的保健的或者是包含呃教育的那这些基本的任何人都应该享有的服务呃越来越多是透过数位的方式来递送的那所以如果你没有数位的联系的话那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取用到这些最新的一些包含公共卫生的知识包含最新的教育包含陈建仁副总统录的那一门防疫的通识课你就没有办法上到了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基本权利就是包含你受教育的权利包含你表达公民自由的权利啊或者包含你的甚至更基本健康的权利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宽屏只能靠一些只字片语就是一些文字的沟通或者简讯呢等等那你就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那目前社会实际的状况只有是宽屏而且是双向的你才能够了解倾听之外 你分享出去或者你当个YouTuber啊这些也才能够让大家知道你的想法所以双向的宽屏都是人权啊 那是接受寄讯的那个涵盖面跟发表的传播对是的 那人民跟政府的那个透明度了是我记得你也说你的办公室就是透明吧 对就是因为我讲的是说政府应该要对人民透明但是人民不用对政府透明 人民对政府透明那个是极权啊类似独裁的是政府对人民透明那个才是当责啊在香港叫问责制嘛 那我们这边翻成给出交代我们必须给出交代 可是透明的话能能全做到吗就是100%可以做到吗 当然不是100%嘛好比像说你如果到台湾来那目前有14天的检疫情 那你不管是要跑到安心旅馆去住个14天或者是你要在自己家里那但是当然家里不能有跟老人一起住等等 那然后透过你的手机你也不能这个离开这个地方14天 这当然基本人权是受到限制你的自由移动的权利啊等等都受到限制嘛 那但是这个是必要的因为是要让整个社会就是不受我们的这个coronavirus 就是病毒的威胁那所以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会对基本权利有所限制 但主要是事前要明确就是说就这14天事后呢也没有污名化标签化 那只要做到这样子我觉得一定程度上面对基本人权的暂时的侵犯是有所必要的 因为之前就是防疫方面就是您还是陈时中他们也是很受到赞赏 可是刚才听你讲的话就会不会这个就台湾目前那个疫情比较可控制住 是人民的功劳是人民的功劳你去街上随便问一个人他都会说指挥中心要我们戴口罩的时候我们戴口罩 指挥中心要我们不戴口罩好比像说有1.5米的物理距离的时候不用戴口罩吗 我们还是戴口罩所以这绝对是人民的功劳 可是除了这个就是他们自发可以戴口罩之外 会不会有就是人民他做的会不会更多还是说他在防疫 最重要的就是洗手了其实口罩什么的都是洗手的bonus 你如果不好好洗手没有用肥皂啊或者是酒精的话 那戴口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所以戴口罩主要是用来提醒我不要碰自己的脸跟提醒我要洗手的这两个功能 那民间就有很多像什么内外夹工大力丸呢 这样子一种口诀来告诉大家说要怎么就是先洗手的里面再洗手的外面夹工等等等等 有大拇指立起来然后手腕等等就是有很多新的创意 会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好好的洗手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你也会就是share这些民间的创意吗 绝对啊就是任何人只要有一个很有趣的创意 我就会说我会empower他 那但是empower这个字我不知道香港怎么翻啊增能吧 哦是不予他那个 不全 对啊 啊对我是翻成增幅啊 增幅啊 对amplify 就是把他的这个想法一下就让他有全国性的知名度 嗯 所以所以就不是从上了下嘛这样付 对好像说有一个教授叫赖全玉 他有看很多之前的论文他自己也有发表 发现说就是你如果在电锅里头加水 然后蒸口罩会破坏这个口罩 你如果不加水他加热到110度马上温度就降下来 那他破坏的程度就很有限 但是还是可以杀菌 所以这种干的蒸口罩他就发表 那一开始呢大家都不是很相信他 所以很多人就去做了实验 那做了实验之后到发现有实验数据支持 那这样我就会出来说 之前这个有加水的不行 现在没有加水的可以 那你说起这个 我早一阵子你不是派了一个 一系列的那个广告照吗 然后你好像有说一个条件 对就是欢迎大家去任意的创造去改作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open source 就是开放圆马的一个实践者 我们open source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们不去限制下一手的人 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创意 那所以呢我如果现在说 我一定只能被放在这样子的方式去拍摄的话 那我就不太有公共利益了 那不是只是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形象吗 那但是如果我现在用的是 其实是上班时间嘛 是大家付了纳税钱 那我创造出一批我们叫梗图 就是让民营工程好使用的这些memes internet memes 那这样从客家委员会 到这个什么航港局啊 什么财政部啊 经济部啊 都可以用我的这系列照片 去增加他们的民营工程的这个能力 这样就有公共利益了 就是目标为本 绝对是这样子 你有很多就是我 我好像有在邀请那边有讲过 就你有很多tech嘛 有很多标签 你会你会喜欢吗 还是你会有哪一个特别喜欢 特别不喜欢 我是都还好 因为我了解说给我这个标签呢 很多时候只是把我当一个素材嘛 好比像说这个日本的人把我叫什么大臣呢 那我们是民国 民国没有大臣的 我是委员 那只有那个君主立宪才有大臣的 但是我尊重他们的文化 因为我知道他们年轻人很多 对参加政治活动也感到有点挫折 所以刚好有一个素材 好像动漫人物那样子 他们可以用来刺激一下他们的政府 那但这个说真的跟我其实关系不大 所以你就很喜欢 就你不介意自己 不介意 我没有说很喜欢 我不介意 好比像说有一些唱hiphop的 把我受访问 这个也是公开授权出来的东西 混进他们的音乐里面嘛 有个团叫Dosmonos 那我也没有参与那个创作 但是他也不用问过我 因为我是公开的嘛 但他们很客气 最后还是问了我一声 那我当然说 我已经事前授权出去了 本来就可以啊 所以你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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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材 对啦 就一个一个素材 一个素材 那个快乐无法 无法 对 Can't stop this party 这个 我有看到你跟就是受访的时候说 对 就像刚才你讲日本一样嘛 就是 对啊一样的啦 就是我就是一个素材 那随便他们怎么去使用这样 嗯 你觉得政治的话 是不是要那个政治氛围要很好 才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这需要很高的言论自由 对言论自由 尤其是对于所谓的恶搞 啊 对于是他有一个个玩笑 也包含说 好比像说振兴卷嘛 呃我们现在叫三倍卷啊 他能不能够拿去 呃里头发 美容 他说可以 那还可以试着看头发能不能长出来 那也是在开他自己的玩笑 所以有幽默感的人是开自己的玩笑啊 不会去把别人去攻击别人的 嗯 所以幽默感很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放到一个就是行政体系的话 对啦 感觉重要 重要性会是 非常大啦 因为如果你有幽默感 别人就愿意亲近你嘛 愿意把他的好主意分享出来啊 那你如果都很严肃 那人家不亲近你 你就算做的不好 人家也不会提醒你啊 嗯 哎 刚才看那个就是政治氛围的话 就是啊 你觉得香港可以融了 欢乐无法达吗 哎 我觉得香港呃 就像上一次的地方呃 就是层级的那些选举一样啊 我觉得也有很多很有创意的候选人 也运用了很多就是网路动员啊 网路民音啊 搞笑啊 等等的方式啊 也是非常的百花七放 那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是有这样子存在的这样子的价值的 可是我们上一次大就是啊 民主派的大盛是因为那个那个抗争吧 嗯 你有你有你有留意吗 你应该有留意吧 我有留意啊 整个从联灯的那个 就是共同创作嘛 就是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 呃当然呃一开始还没有那首歌嘛 大家是呃都是在唱那个哈利路亚啊 呃就是哈利路亚to the lord 呃这些那当然我都有留意 而且而且里面也都有很多就是二次创作三次创作的一个部分啊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文化上面的一些行动 呃叫做culture jamming啊 这个是有一个专门的词的啊 对对香港的话你会觉得就那个民工程就变成是民间在做吗 呃但是如果呃就是现在很多已经是区的呃一些代表会议员了 呃那他们现在如果也这这也算是公职吧 呃那也可以自己带头做的话 那也可以做是一种新的文化 嗯也是一个公职 呃如果是联灯的话你有看吗最近也 呃有我联灯当然有看 呃为什么 就香港论坛就很多也是白话文啊 就是啊广东话 对对对对呃我是觉得最主要的是我我对这个创意是觉得非常的有兴趣 就是不管是呃就是香港的文字或者是其他的文字 我想我主要看的还是有没有一些新的运用语言的方法嘛 啊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这个联灯巴斯是是特别有创造力的 所以呃我也是就是跟大家学习这样 就巴斯你也知道 对对对 所以所以你会觉得就在联灯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很多都是在在讲抗争的事情啊 是啦 你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吗 就是抗争你抗争了一年了 我记得你有讲过Be Water 对啊 Be Water的好处就是说他在任何地方你只要有个好的主意 那呃在吹雪台上面就会有很多人来提供意见嘛 就算这个主意不好 他只要我们台湾这边就要有梗 就是能够去呃调动大家的呃呃感受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呃很愿意集思广益 那其实像呃文贵香港里面很多的呃呃词句啊等等也都是大家一起就是我加一句你加一句这样子呃呃共创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并没有谁是作者啊都是made in the world 那就算我是作者我也是目前的作者而已我也很愿意开放出来让大家去用新的方式去改作去去混搭他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以前在2014年我们的占领运动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些组织就是可能有20几个呃就是NPO还是有20几个大台了 当然20几个大台比起一个大台已经有所分散那但是在联登的话不知道2000个还是多少个大台啊 所以这个还是就是有更进一步的be water的一个影响 就是每个个体也是一个大台对啦 嗯那这样就be water我们说的是看真的方面吗 你觉得那个一个政府应该be water吗 确实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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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需要一个杯子,我们就变成杯子 那口罩地图那边的社会创新者需要一个teapot 我们行政部门就变成teapot,我们也可以be water 就是政府应该 去符合那个公民社会的,我们叫spec,specification 就是公民社会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的情况才是有公共利益的 我们就be water,去符合那个情况 我有一个东西,你有看过这个吗?有看到吗?这个 有,很有意思 对,这个你会觉得有就是从训练的看法 也是一种二创啊,也是一种再度创造 就有点像写小说嘛,把我当作人物写进去 这个是台独黑客充反受力往军写 有有有看过,而且他还特别就是加了那个打光 这个也有是,我觉得那个摄影记者的组图的能力也很有意思 所以你不介意? 这也是一种创作啊 可是这个也不是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我就说是小说了嘛 对,但是就算是小说,就算fiction也是一种创作 也是很有创造力 所以你也没有打算要澄清一下 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把一些单独来讲 可能都有source的东西,全部把它凑起来 然后我们台湾叫脑补,脑补就是在脑里面去补上一些没有的这些关系 那这个专门学术名词叫psychological projection 就是心理的一个投射啦 就有点像是你做梦的时候,会把很多不相干的东西把它连在一起 那所以这个,其实他讲的就是说,我在台湾有做一些抗争方面的工作 那这个在就是应该是陈可乐嘛,之前有来跟我做讨论 但其实陈可乐跟我讨论的整个内容,在网路上都是公开的 我们可没有讨论到什么抗争的事情啊 那但是他就说,这个呼之欲出啊,你可以想象啊等等 那这部分就是脑补了,就是属于有点像想象的部分 但是写小说也是需要创造力,我看了也是觉得原来文字可以这样用,很有创造力 所以你不会把它贵类为假计讯吗? 当然他,其实比较是说,我们在报道上面 如果他用了一些词叫做像呼之欲出啊等等 这些他是一种引人去做一些联想 但他本身并没有特别去说,就是具体的有什么关系等等 那事实上是没有,那所以我不觉得说他的内容完全是虚假 他比较是我们叫mult information 就是说他带着一个可能不是善意 他希望大家做一个恶意的一个解读 那这部分我觉得就是把它当做小说看待就是了 要很宽容才可以 那因为也差不多了吧 就是如果是那个,因为连登也是很多巴士有讨论到你吧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你有什么意思的 就是想跟他们 很多人喜欢我跟那个就是伯恩的那一集 在就是水水台我有看到有人专门说 你要看伯恩那一集29分到30分 有一个叫点票组嘛 在那边贴 然后底下很多的讲说,这是太阳花这个运动的手足啊等等 我想说的就是,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and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我常常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好,谢谢喽 谢谢喽 谢谢,谢谢 那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这个录影我就传YouTube了 可以 让这个连登巴斯看一下 谢谢,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